在老一辈而常说 有淫的地方那就有恩怨 有恩怨就有了江湖 今天呢给大家说一说我们 东北大地上的一段 跌宕起伏的江流故事 当时呢辽东半岛溜进来不少贼寇 给咱这边城啊讲话的那是乱七八糟 鸡杯狗跳的 那时候的朝政实在是不怪 甚至还有人做了汉奸的暗通局后 一时间边境的窝乱 那讲话就犹如吉利狗子上谈棉花 越想越乱 于是乎咱各路民好汉们自发指示了抗窝 并选拨打算跟进窝寇把死了干 那你说那也不能让人骑着咱身上熊燃的对不对 但这抗窝之路太不容易了 可不管敌人多么残忍 也阻挡不了好男儿保家卫国的决心 哪怕是献出生命 而咱们的故事 就从定远盟里的一位大侠 西门长海说起 全失败了 海老罗 海老罗 优优独播剧场——海老罗 优独播剧场——海老罗 全失败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西门大侠 听说青州城有一股倭寇 与朝廷内奸勾结 在青州地区秘密招兵买马 是有毛发之意 我明白长老的意思 近日我马上前往青州 暗中调查 并将他们一簧打尽 不妥 这次杀我行动 你已经打草惊蛇 身为缺刀门掌门 现在又突然离开门派 怕更会引起怀疑 我倒有个办法 这么多年没见 没想到 你还有人过呢 也没说找个媳妇 成个家 我有一点不明白 你这个干厨子的 怎么说也算有一计傍身呢 咋把日子过成这样呢 我这当地的心里看着是真不好受 走了之后你就没有露面 你回来干啥呀 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哥哥吗 事关重大 暂时还不能告诉你 你是不是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呢 如果一个屋子出马黑暗 就需要一根火苗照亮它 非油不 你点它看啥呀 灯油没了 可以再买 如果这个世界油进灯库了 那就没希望了 你没事 你老跟我灯叫啥劲呢 我就这点油还留得过年呢 我是想求你暂时去我那 带一段时间 替我当下掌门 我那儿 比你这过得好 我这个不差啥呀 不缺失不少圈 而且我谁我也不欠 我上你那干啥去 谁 西门城战 还钱 我不要了 我不要了 你这点钱老张了 还啥还还的 我不要了都说多少回来 啥玩意你不要了 该给我点钱我不想要了 说啥也还 你帮我打不走他 你好西门大侠 见你紧张了 这老头 你看这论长相 就是 论身材 就是 论衣着 小啥 咱就都论一半啊 一定有个结论呢 你论啥样啥都没论下去 咱们闲言少叙吧 西门大侠 这是我的鸳鸯谱 这有点太腰头了 香终了 就是她 谢谢谢谢 西门大侠有眼光啊 十里八村最抢手的 是吧 王大财主家的独生女人 至今未婚 现年六十八岁 黄花老闺女 比我大你这 还行 行 就订她了 你啥想能把它领着 我们见个面 见面不着急 对方他要 一百两银子彩礼 一百两 对 没问题 一百两好吗 这一百两 大侠您自己 决定不了哈 不是 咱谁管钱啊 1950 看看有没有我gins 也 котор Funk 那您看一下这本 这个 这个 这个人可不仅单哪 手挂 手了一辈子 家里边有朝廷给办发的 征接牌哪 这多少钱呢 五十两 五十两怎么样啊 咱究竟谁管钱呢 那看看看看 等我一下看还有吗 这本里的呢 都稍微沾点客夫 这还是别客了 师傅 你会有多位吧 那这样吧 你们先交三两银子做定金 我回去再给你们找一找 有没有倒贴的 倒贴的这个我得找 但是条件 那你就先找一找吧 还非得交三两是吧 对 三两 这三两应该有了 这三两扣成那问题 这一两吗 好 小龙 你再拿一两吗 没有 这让人一笑啊 你说这块钱都出不起 咱这啥呀这是 二两二两吧 王婆真是好说话 谁让我接这伙了呢 行 回去啊 我这就抓紧给你们安排 等我消息吧 王婆 你费心了啊 这就了啊 王婆 慢走啊 行 你别送了 接着挺成功 挺成功 成功啥呀 还成功呢 不是 这我这纳闷的 咱这什么门派的 这么穷呢 这不又黄了吗 师傅 你这不能怪我们呢 当初咱门派有钱 那时候收徒弟 不收收学费 但是你不让收了 说得低调 就咱现在穷了 我啥钱不让收的 你 明天开始收 咱得有个应急钱 你这成啥人 叫什么 拿三两个赶紧我挤出来的 你干啥玩意儿 明天开始收徒 好吗 咱们一边教武 一边教他厨艺 厨艺 厨艺 我教 你放心吧 啥时候会的 我闭关干啥去了 师妹 明天咱来下餐 我闭关干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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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闭关干啥了